所以的话就得让中国共产党滚蛋啊 中国共产党就是傻逼 傻逼啊 真实 没见过什么傻逼啊 中国共产党的是这个 是这个是4、7月中国的北北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啊 你不能喝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是这个 所以的话今天的话 过来的目的还是为了 要讲一讲反殖民主义 和反侵略主义的一个斗争 殖民主义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中国的话就是反对殖民主义 也反对了很久 殖民主义的话不是什么好东西 共产党的话它就虚构一个概念 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是 共产党的话就虚构一个概念 就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中国民主啊什么的 然后说什么民主解放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假的啊 然后他们的本质呢是共产主义 就是什么 新华殖民主义 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中国人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让中国人认识清楚 中国不才哪个是一个侵略者 我们不能说要把这种侵略者的伪政权 这种独裁政权啊 这种伪政权啊 这种伪政权 你怎么能把它当做中国呢 对不对 所以的话这种伪政权那就是伪政权 伪政权就是伪政权就是 伪政权就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啊 我们一定 我们中法和平民主义党的话 一定要让这个全世界都要认识清楚 中国呢 中国共产党呢 它就是侵略者 中国呢正是处在被殖民的状态 我们要明白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它不等中国 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因为侵略者的这个殖民政府造成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话 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要有一个百区域的动物 百区域的动物 就是意味着这个 就是侵略分子 侵略分子就是和日本 和日本的其实是没有一毛 就是一毛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对 对 就这么多费 然后的话 我们昨天的话已经讲过了 我们昨天的话也就已经讲过了 我们昨天的话也就已经讲过了 就为共产党它的一个本质啊 书给了一下历史 我们讲这个中国的历史就是 我们讲中国的历史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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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从清朝末期的话 我们是 但殖民地 但封建社会 然后的话 明国建立了 我们的封建状态已经没有了 继续反封建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的反侵略还是没有取得胜利 反侵略没有 反殖民还没有取得胜利 那么以我们的反殖民也取得胜利的话 就说明了我们的 我们中国它还是被殖民主义所控制 这种殖民主义都是个好东西啊 他们是抢租达四点子 又或者对我们 他都想控制中国 他要不就在中国花分势力範围啊 要不就是抢租各种的海岛 然后的话就是中国就是 那些经济有种 当时就半殖民主义 后来的话 后来的话就是中国 我们这个西海城不取得胜利 但是呢 这种殖民 这种殖民状态的话 也没有取得什么 就是说也继续啊 就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就是有时候 有些外国的一些殖民分子 他们的一些待遇 比如说 包括有些代理人 因应不反合在于 他们就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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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北洋政府啊 那些政府 安插一些他们的 安插一些 这个 就是 代理人吧 然后呢 他们就 就是说 就在政府里面 胡又非有 所以的话 拥有的半殖民状态 其实并没有 因为我们的 这个 辛亥革命 而 变有什么 根本性的改变 那种 半殖民状态啊 一直就是维持啊 我觉得一直 可以维持到 1931年 1937年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就说 日本的青霸战争 写我们的 中国的殖民状态 日本的话 是想要 彻底的控制中国 日本的话 是想要 彻底的控制中国 日本的话 他不想说是 他不 他就说 他就说 他要侵略 都要侵略 都要侵略 满洲 要侵略台湾 就要侵略 中国的 華北 華南 上海 他就是想彻底的 控制中国的话 就是日本 都要侵略 中国的话 实际上 我们中国的 暗积民的性质 更加加深 如果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的话 不努力 不抗战 不吸花血本 不牺牲那么多人 管救国家 很明显的威勇 那么很有可能 中国现在 不是共产党的殖民地 而是日本的殖民地 你说 你说第二次 你说第二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是中国输了的话 中国的话 就是 就是甲午海战的 那个后果 甲午海战 中国输了 那割让了台湾 那假如说 抗日战争 中国输了 那 中国的话 紧脱所有国家 就像是台湾 那就是 一种其他的 可以想想 但是在台湾的事情 就是 中国的 对 对 所以 谢谢 所以 我就